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很有皇后的样子 温文尔雅 对后宫中人都十分宽容 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皇后太温暖了 所以才会落得悲惨结局 二贤妃复查皇后死后 贤妃成皇上的第二任皇后 原本贤妃和皇后一样 温文尔雅 但是经历家庭的变故后 她开始变得腐黑 而皇后的位置也是她不择手段得到的 成为皇后后的贤妃 为了稳固自己的位置 做了许多措施 三 魏英洛 魏英洛在皇后死后 一步步成为了皇上宠爱的令妃 虽然生前她没能成为皇后 但是在死后 她被追封为孝仪纯皇后 这个皇后是最狡猾的一个皇后 在韩氏宫女的时候 她都十分狡猾 正是因为她的狡猾 才让她在后宫中始如鱼得水 先是得到了复查皇后的宠爱 后又得到了皇上的宠爱 但是魏英洛的狡猾 却从来没有害过不该害之人 四 太后 最像皇后的 还是属皇上的生母太后娘娘了 太后娘娘曾经是孝圣献皇后 而她能从皇后做到太后 让自己的儿子成为皇上 能力和本事自然是不在话下 成为太后后 对于后宫中的是是非非